梵蒂岡电台讯 教宗方吉克10月30日 在圣马尔大之家主持《清神弥撒》 他省思当天福音祭述 耶稣置于于旅富人的事迹 表示一个善目接近被丢弃的人时 会心神感伤 但不会耻于触摸受伤的骨肉 安息日 耶稣在会堂里 遇见一个不能直立的女人 多年来的脊椎病使他变成这样 圣史鲁家用了五个动词描述耶稣的举动 看见了他 叫他过来 给他说 给他按手 并使他痊愈 教宗强调 这是接近人的五个动词 因为一个善目总是接近人群 在善目的比喻中 它接近迷失的羊 甚至放下其他的羊 而去寻找这只羊 善目不能远离他的子民 相反的 圣职人员 法学士 法利塞人和萨度塞人 却脱离子民 不但训斥他们 他们不是善目 不关心子民 只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 他们也许更关心的是 每当履行了宗教职务后 去看看有多少现仪 但他们不接近人 相反的 耶稣则接近人 耶稣的这份接近 源自他内心的感受 他心生感伤 教宗解释说 耶稣因此总是在那里 与被圣职小团体丢弃的人为伍 那里有穷人 病人 罪人 麻风病人 他们全都在那里 耶稣在那里 因为他在疾病面前会心神感伤 他是一个善目 一个善目接近人 会心神感伤 善目的另一个特征是 不会对骨肉感到羞耻 他会触摸受伤的骨肉 如同耶稣对待鱼驴的妇人那样 碰触他 给他按手